有钱人享受生活 没钱人应付生活 这里是以前的事 带你了解有关钱的事 食欲恐怕是人类最原始 也最强烈的欲望之一 长久以来追求美食的人们总是不远千里 耗费各种精力和物资去追寻美食的踪迹 物美价廉从来不受土豪们的青睐 他们需要的是经验的味觉体验 至于为此付出的天价账单 也被认为是理所当然 以前的事今天带你认识 世界最贵的十大餐厅 准备好你的眼睛与舌头来场美食盛宴了吗 第十名 Alan Duqueso Plaza Artini 平均消费425美元 位于巴黎的这家餐厅是 Hotel Plaza Artini酒店的重属餐厅 坐落于各大品牌汇集的蒙田大道上 餐厅主人Alan Duqueso生于1956年 16岁开始入行 28岁时 其担任主厨的Lateras餐厅 成为米其林二星餐厅 他不断专严令他挤身世界著名大树之列 如今 他是世界上第一个在三个国家 拥有米其林三星餐厅的名厨 包括纽约 巴黎 摩纳哥 此外还有其他地方的二星及一星的米其林餐厅 第九名 Joe Robscham 平均消费430美元 谈到美食城 拉斯维加斯绝对是榜上有名的 位于米高梅大酒店的Joe Robscham餐厅 是这座城市中最好的餐厅之一 来过这里的客人都会用 Once a Lifetime Experience 一生一次的经验来形容这里 其主厨Joe Robscham是全世界拥有最多米其林星级餐厅的法国名厨 享有世纪名厨的美誉 在38岁时便为餐厅取得了米其林三星的至高荣誉 成为迄今为止最年轻荣获三星的天才厨师 Joe Robscham餐厅是Joe Robscham大厨 退出后付出在美国开设的第一家餐厅 以上层的特色美食佳肴 来迎合顾客们挑剔的味蕾 第8名 吉兆日本料理 平均消费475美元 吉兆日式料理位于京都蓝山脚下 是日本最著名的淮食料理品之一 堪称美食界的梦幻圣地 大厨德纲班夫是京都吉兆日式料理的掌舵者 根据四季的变化来调制最符合季节的料理 与精致和高雅的器皿一同乘上 再加上得天独厚的自然风景 无畏不至的女士服务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让食客们在享受料理的同时 更能体会蕴藏在日本怀食料理中食的艺术 第7名 ルムリス 平均消费524美元 推开宏伟的镀金玻璃门 优雅的吊灯 古老的明镜 大理石地板 将带领人们踏入法式美味的殿堂 这间位于杜勒利花园对面百年莫里斯酒店内的同名餐厅 拥有华丽富贵的室内装饰 其18世纪凡尔赛峰格的设计 来自设计师Philip Stark Umanis是三星米其林餐厅的标杆 是巴黎最出名的贵族酒店之一 早期专门为英国的上流人士服务 毕卡索曾经在这里举行过婚礼 因受到王室贵族的青睐 而有了国王饭店的美名 第六名 Gooseboy 平均消费530美元 这家以传奇名厨Gooseboy的名字匿名的餐厅 位于法国巴黎 坐落在左岸塞纳河边的钱币服务馆里 是全世界绝物仅有的 开在服务馆里的米其林三星餐厅 主厨Gooseboy做的是新派法国菜 相比大量用奶油黄油的传统法国菜来说 更保留食材的原味 在客人入座后 住宿Gooseboy会亲自来打招呼 用餐期间也会询问客人是否满意今日的菜色 最后用餐结束时会在门口送客人 在Gooseboy眼里 料理是把饱含故事的产品瞬间变成喜悦的艺术 热情的待客氛围和精细的服务 这家米其林餐厅始终获得三星的成功原因之一 第五名 纽约MASA 平均消费595美元 MASA是纽约唯一一家获得米其林三星的日本餐厅 也是全世界最昂贵的餐厅之一 早在2011年时 MASA的人均消费就已高达450美元 尽管消费高昂 但顾客对MASA却十分钟情 这得益于主厨高山无可挑剔的烹饪技巧 其次在于餐馆地道的日本风情 在MASA吃Omakase 意思是厨师给你做什么 你就吃什么 顾客没有任何提出要求的权利 一切只能听从厨师的安排 在MASA享用的都是新鲜扑运的日本地道海产品 就餐时 厨师会记录下每位顾客所吃的菜式 以及他们的反应 这样当顾客再次光临的时候 就会根据顾客的口味喜好 来安排菜式 主厨高山一直坚持 完美的饮食文化 是由正宗的食物和地道的风情 共同诠释的 缺一不可 第四名 Aragawa 粗皮 平均消费600美元 粗皮是世界上最贵的牛排餐厅 自1956年创立以来 主厨三田二郎一直为食客料理着高品质牛排 至今已经超过半个世纪 粗皮只有一种套餐 你可以在这里享受到香气四溢的高品质神户牛 包含前菜开胃菜神户牛主餐沙拉甜点及饮料 其主角牛排选用的是自然收成50天的获奖神户三田瓷牛 若说日本牛肉是世界牛肉的定级 神户牛肉是日本牛肉的定级 那么三田牛自然就是神户牛肉的顶点 尽管粗皮被授予米其林三星 但是它形式比较低调 其地理位置的选择也不张扬 位于办公大楼的地下层 甚至没有自己的官方网站 第三名 Alenia 平均消费736美元 你有吃过气球吗 而且还是青苹果口味的哟 位于芝加哥唯一的三星米其林餐厅Alenia 其设计极富创意 独要顾客是一些上流社会的富人 来到餐厅的顾客 旧餐的欲望占到三分之一 更多的是前来体验Alenia餐厅非凡的艺术氛围 主厨Grain Acas 为顾客提供时尚、前卫的分子菜肴 分子厨艺是一种正在全球风行的厨艺概念 利用各种非传统的炉具和做法 通过物理和化学的变化 把食材的味道、质地、口感、外貌 全部打散重组成一道新菜 顶尖的分子厨艺料理 就像是在做科学实验一样复杂 但是除了料理的美味以外 更让顾客体会到的是一种惊奇的元素 第二名 Ultraviolet 平均消费830美元 Ultraviolet是全上海最前卫的餐厅之一 并且号称全世界第一个感官餐厅 餐厅利用投影机和灯光营造出不同的环境 为时刻提供全新的感官体验 正式时每一道菜肴都会搭配独特的餐具、影像、音乐、气味 菜品的造型和创意烹饪也总是让人惊喜连连 这一届都是主厨Paul Pirate 从十多年前就开始构思的前卫概念 整个投资超过250万美金 据一味时刻想要后的说法 真的无法用言语来表述 其中的细节我不想揭露太多 昨晚吃完后回家都兴奋地睡不着觉 这家餐厅虽然昂贵 但却绝对值得 因为这绝不仅仅是一顿奢华的晚餐 它的魅力与神秘在于同时给予视觉、听觉和感官极大的享受 第一名Sable Emotion Sable Emotion位于西班牙伊比萨岛应食酒店内 是全球最贵的美食餐厅 由米其林二星名厨Paco Roncero主厨 餐厅使用了交互式餐桌 它可视作为一个360度的投影萤幕 桌面的画面会根据不同的菜肴而有所变化 Sable Emotion利用创新的数字技术 在人类无感里创作不同的感官体验 这个概念从2012年就已经开始 通过和不同专业的人去探索实现 如设计师、工程师、幻术师、建筑师、五道编导和编剧等 也就做到最完美的体验 Sable Emotion每顿级服务12人 由27位厨师精心制作的20道分子夹肴 但随着灯光及激光效果呈现 每一道菜肴会带食客们进入不同的时间与空间 有了三小时的美食销售外 这段时间变像是一场时空旅行 看完了以上的餐厅 如果有钱 可以想到哪间餐厅品尝美食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讨论 你的支持是我继续更新影片的动力 如果觉得这部影片还不错 请帮我按个订阅 并且开启小铃铛 下次为你带来更多关于钱的事 以前的事 我们下期再会